我用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 它是大于127 就是阿斯基扣以外的表 因为它最大是127 0到127这个范围 所以我如果它的范围是大于127 或者是小于0的话 像刚刚是负的 负的2万多 基本上这些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中文来处理 并且帮我把这个结果输出到 这个我们的F栏 所以基本上我是把刚刚的程式复制 也是这样来修改 直接输出就OK了 把它输出 但是这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是Function 应该是一个留下中文把它输出 输出OK 但是这边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这个Excel 或者是这个里面英文字里面 假如说在E好了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全形的 全形是Shift加空白 Shift加空白然后再输出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就是全形字 假如说全形字的话 你如果用刚刚的这种逻辑 它会把它当成什么 它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中文的逻辑 所以我这边的话 假设我把它再输出 留下数字各数直接输出 你会发现E也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假设如果里面是全形字 可是我也不把它当成是中文的话 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再加一个什么 特别之后 就有点像刚刚那个U-Case 我们在外面把它变成 就是全部都大写 然后再判断 那这边也是一样 全部都把它转成 半形再来判断 OK 所以要怎么样转半形 然后刚刚讲过来 你可以一样 所以你要加城市 所以其实你如果有一些地方 一定不可能说一次马上到位 城市一定是慢慢加 慢慢加 慢慢加 逻辑的话也是慢慢在这个结构里面延伸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在这边加 我习惯了再加一个那个 那个函数假设 那个函数假设 我不知道怎么写的话 我刚刚讲过 空一格拉到前面 VBA点 那我可能只知道它是S开头 STR 是string 然后conversion出来 那我习惯按空白键 back一下 加一个牵刮弧 那它会有参数告诉你 第一个参数是string 就是你切出来的东西 第二个的参数是逗点 所以移到这个mid的后面 等于是这个mid 刮弧的这个后面 逗点一下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还蛮贴心的 因为它的相关 第二个参数也会列出清单给你 但是如果你打个逗点 发现你棋盼没有理你 比如说你打到外面这里 它没有了 那你表示你打错了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工具 还蛮人性化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避免掉 你打字的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你也不用背 然后把那个转全形的这个 给打出来 然后后刮弧一下 好这样打完了 那另外一个你不用重打了 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用复制贴的吧 不过你要复制贴到对的地方 这个 Ctrl 键按住 拖拉 Ctrl C Ctrl V 一下 然后后刮弧的话 加在这边 应该是逗点 加一个参数 OK 然后后刮弧一下 好这样的话移开 如果理论上 我记得好像如果你少一个刮弧 应该它会提示你吧 对有没有 它会提示 但是它有时候提示你 它不是提示你没有加刮弧 它反而是提示你什么 Zen 所以有的时候 常常有同学说 老师这里到了哪里错 我怎么找不出来 其实不是那边错 它有的时候是附近的地方错 OK 它有时候没有那么聪明 不过你 你可能自己稍微在累积经验 九年代就知道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这个E会输出 现在我也是先把它转成半型之后再来判断 所以如果我不像全形字也输出的话 你会发现 这时候这个E有没有 它就不会被输出到这边来了 OK 那另外我们在入门班还有做一件事 就是除了把它变成按钮之外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做制定函数 所以待会 这几个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制定函数 一样有五个 比如说那个数字个数函数 那我们很简单 以后另外一种做法是直接给资料 让他帮我算一下里面到底有几个数字 一样可以得到结果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制定函数 刚刚是sub 这个是function 那function应该怎么把方向写出来 我想请各位也许可以把它想想看 那待会再来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sub 大概就结束了 最后可能再做一个清除好了 比如说把范围 总共六个按钮 六个按钮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 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工作上 我要的可能是什么 第1个按钮 现在我们的 como 研钮 powered 感谢观看